第四個遊戲 字幕詞曲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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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皇帝 今天我們來玩 全服最稀有 也是最貴的造型 我特地號召了幾個課長 一起來參與這次的企劃 誰說課長就玩不好遊戲的呢 我們能課金又能玩好遊戲 讓這場遊戲證明給你看 不過看到刀鋒我背那個造型 我不禁就想起我朋友花了八九千塊 才抽到那個造型 結果接下來又要出刀劍神域 亞絲娜的刀鋒造型 我就覺得他有點被坑了 喔對了對了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跟各位講一個黃色笑話 有一天長大後的大雄 哭哭啼啼的跑回家找了哆啦A夢 哆啦A夢就問他說 大雄大雄你怎麼了怎麼在哭 大雄就說公司的主管不給他升職 不給他升籤 他希望哆啦A夢能夠拿出道具幫幫他 哆啦A夢說 包在我身上 隨即他從白寶袋裡面拿出了 升職器 好啦聽不懂的觀眾朋友們 就不要再想太多 就當作我在講幹話就好了 來這邊我們玩夸克直接入侵對方的藍區 沒有人來顧我們直接入野 結果我發現不僅沒有人來顧 我發現連我的隊伍好像也沒有人想要理我的意思 這一場我要讓對面知道什麼叫做 被拉走的恐懼 然後這邊這邊我們的警過來了 不過沒想到對面也開始意識到說 人不見要開始來守他們的藍buff了 這邊人開始靠過來囉 趕快吃一吃36技走圍上策 被包夾了被包夾了 欸等一等 藍怎麼是在我身上啊 不過拿到藍就好辦事啊 這邊我們看到對面卡芬妮 直接拖過來 鋼他屁屁啊 結果沒想到 這邊洛伊直接嚇到 直接開他二技能 把兩隻都穿回去了 這邊我們看到對面洛克直接撞出來 撞我們的刀鋒寶貝的屁屁 我們也不能放過他 把他拉回來我們垮克旁邊 鋼他的屁屁 洛克先被我們成功鋼屁屁 這邊回程走出來看到我們的隊友 已經殺掉了對面的射手 不過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對面的大包俠又想鋼我們刀鋒的屁屁啊 看來是對刀鋒真的很感興趣啊 這個時候我就要問那個大包俠 你鋼我隊友的屁屁 又沒有問過啊哈 直接把他拖回來 換我鋼他屁屁 讓他體驗一下 被垮克鋼屁屁的感覺啊 請觀眾自己想像垮克鋼大包俠的畫面 這邊隊友蠻爭氣的啊 殺掉對面輔助之後 直接去吃魔龍 毫無任何猶豫 這邊我想說跟射手 可以一起收掉對面的射手 不過我們的射手要打的意願好像沒有很高啊 這邊我直接一個單打獨鬥 這邊等待他們射手走掉之後 我再用一個勾把他勾回來 槓他屁股啊 再接一個一技能沈默普攻普攻 他直接開著加速跑走啦 不然我想說可以一個人單殺掉他的啊 這邊我從草叢直接走出來 用我的魔之手 直接把對面娜塔亞給勾回來 對面娜塔亞不甘示弱啊 直接把閃線交了出去 不過也沒有關係 我們的神恩羅爾也把他收掉了 不愧是課長的隊伍啊 這邊我跟神恩說過來來 我把他剛過來 沒想到有沒有 直接個剛過來我跟你講 對面今天除了安格列以外啊 全部都是女角啊 我要把他們剛到 不過安格列我也可以照剛啊 這邊大家都想說我夠不到 沒想到有沒有 我就跟你講 今天這個造型加持啊 雖然這個安格列下馬之後開啟無敵啊 不過全部人一起圍喔 再無敵也沒用啊 這邊我們的癡漢流垮克啊 直接躲在這個草叢裡面 看到洛伊過來直接吸吸 在這個垮克高速吸引之下 對面洛伊也難逃一死啊 草叢吃和流垮克 看到對面納塔亞就是要拉 拉過來之後再沉默他 配合我們的神恩羅爾 順利的再把他拿下一個龍頭 各位仔細看這個安格列的精彩操作 順走之後再交一個順里跑掉 你看對面多害怕我的吸引啊 我是吸到他們會噴水耶 這邊草叢就是我的家看到安格列直接拉過來 哇他瞬間上馬耶 這個動作你能感性 這邊原本可以強行鋼掉那個安格列 沒想到安格列瞬間上馬耶 哇靠那個手術我嚇一大跳啊 這邊進來草叢之後看到對面狂鋼我們的井啊 狂鋼我們的射手啊 這邊我們直接勾一個安格列過來開吸 讓刀鋒直接進來刷 雖然我們犧牲了不過沒有關係 這一波直接已決定這場的勝負 看著這個刀鋒在那邊盡情的刷 無憂無慮的刷 看到人就打 看到人就桿他屁股 我就很欣慰前面我把他帶的那麼好 養的那麼肥 果然拿著最貴的造型 戰力會直接飆升啊 如果你是課長的 你有超貴的造型的 歡迎私訊我的粉絲專頁或我的IG 我們一起來締造傳說的奇蹟 我們要用我們的力量 讓傳說對決知道 因為有我們這些課長 你才能夠在這邊賺錢啊 要讓傳說對決知道 誰才是勞大 大家舉起你們人民的髮鎚 打倒傳說對決這可怕的課金高牆 按捏力功 很好啊 好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點個讚 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並且追蹤我的IG 點讚我的臉書粉絲團 那各位觀眾我們下期見 掰掰 我真的不知道這一部在拍什麼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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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